欢迎收听有声书《春秋战国真有趣》 第四册 本书由视听书院制作 第四章 儒家思想的行程 养虎乱鲁 诸侯权力逐渐下降 公元前505年春天 当吴国大军还在颖都逗留的时候 一小队乔装改办的周朝武士奉命潜入楚国 趁着兵荒马乱刺杀了逾居楚国多年的王子昭 王子昭因叛乱失败流亡到楚国 是公元前516年冬天的事 据此已经整整十年 王室之所以对他痛下杀手 主要是因为他自己不甘寂寞 据左传记载 王子昭虽然仍在楚国 却一直和洛义的余党保持联系 期望有朝一日可以卷土重来 公元前506年 他遥控周朝大府单偏在洛义发动叛乱 而且说服郑国出兵相助 郑国一股脑攻下冯华须弥 附属胡仁雀外六成 王室为之震动 派人向晋国告急 晋国一方面派兵束手洛义 一方面只是鲁国出兵进攻郑国 鲁昭公克死他乡之后 他的弟弟公子宋被立为国君 也就是历史上的鲁定公 公元前505年 三环专鲁的政治格局有了新的变化 这年六月 季孙义如巡视自家的领地东野 突然发病身亡 同年七月 叔孙不敢去世 季孙义如长期把持鲁国国政 全清一时 鲁国宫中有块宝玉名为于凡 为历代鲁侯在正式场合佩戴的宝物 自鲁昭公离开鲁国 季孙义如便将于凡配在自己身上 亦如死后 家臣杨虎提出要以于凡陪葬 遭到另一位家臣仲良怀的反对 仲良怀的意见 改步改遇 当年鲁昭公不在国内 季孙义如佩戴于凡 属理国政也无可厚非 后来鲁定公即位 亦如理应归还于凡 却一直未还 现在还要将他带到坟墓中 岂不是太过分 这里有必要解释一下 什么叫改步改遇 第一 周人以遇为身份的象征 什么级别的干部 佩戴什么样的遇事 都有明确的规定 不容僭阅 第二 步即走路的不长 周理规定 诸侯步行皆武 即第一步迈开后 第二步 徐行过前半步 清大府步行纪武 第一步与第二步紧接 事则中武 两步之间 需留一族之地 总之 越是尊贵的人 走得越慢 步伐越短 如果你穿越到周朝 见到男人走路 像小脚女人 千万不要嘲笑 否则后果自负 由此可知 继孙一如 本当行纪武之步 因为鲁昭公被逐 他便行了接武之步 鲁定公即位 他又行回纪武之步 以纪武之步配于凡之玉 还要以其陪葬 显然是不合适的 杨虎说不过仲良怀 这事只好作罢 但是杨虎不是善罢甘休的人 他找到毕义的长官 公山不妞 提出要承办仲良怀 前面说过 毕义是济氏家族 最重要的领地 公山不妞 自是济氏家臣中的实力派 他对这件事的态度很明确 仲良怀这样做 也是为了咱们的主人好 您何必生怨呢 然而仅仅几天之后 公山不妞的态度 便发生了180度的变化 原来 纪孙一如死后 纪孙司继承家业 新官上任三把火 纪孙司上台之后 第一件事 便是在杨虎和仲良怀的陪同下 巡视领地 当他们来到毕义 公山不妞 大老远跑到郊外去迎接 恭恭敬敬地 向纪孙司和仲良怀 致以问候之情 纪孙司倒是很尊重公山不妞 众良怀则高高在上 对公山不妞爱理不理 公山不妞当天晚上 就对杨虎说 您不是要承办仲良怀吗 怎么到现在还没有动静 杨虎的回答 是一个意味深长的笑 同年九月 杨虎在屈腹发动政变 囚禁了纪孙司和他的一批亲随 驱逐了仲良怀 同年十月 杨虎和纪孙司在屈腹的南门 在强人继孙一如去世 仅仅四个月之后 鲁国的实际控制权 便转入了身为家臣的杨虎之首 公元前504年2月 在杨虎的主持下 鲁国响应晋国的号召 派兵入侵郑国 鲁正并不交界 鲁军去的时候 途经魏国 魏行借道之礼 回来又经过魏国首都帝丘 杨虎指使纪孙司和众孙合计 自帝丘的南门进入 从东门出来 然后驻扎在东门外的屯泽村 魏灵公大为震怒 命宠臣弥子侠带兵袭击鲁军 魏国老臣公书发 当时已经八十多岁了 让人抬着自己来见魏灵公 说 因为人家的无礼而效仿他是不对的 当年魏昭公流亡在外 您对他礼欲有加 现在却因为小小的愤恨 而掩盖过去的恩德 未免太不划算 魏魏本是兄弟之国 理应和睦相处 不能因为杨虎这种小人 从中作梗 就刀兵相见 魏灵公说 难道咱们就这样咽下这口气 公书发说 这是老天为了惩罚杨虎 让他多积累一点罪行 您大可拭目以待 魏灵公听从了公书发的建议 同年夏天 杨虎又指使祭孙司到晋国献节 当时的规矩 小国派使臣朝晋大国诸侯 也要向诸侯的夫人行聘问之礼 以示尊重 杨虎为了讨好晋国 强迫众孙何继与祭孙司同行 专门向晋定公夫人致以问候 众孙何继乃是三环之一的孟孙氏啊 怎么咽得下这口气 他来到晋国对释央说 如果杨虎不能在鲁国待下去 而来到晋国 我希望晋国能给他一定的位置 比如中军司马这样的职位就很不错 我以先军的名义发誓 请您一定答应我的请求 众孙何继的话 看似含蓄 其实很直接 史阳装作没听明白 说 这个晋国的官吏任用 都是由国军决定的 我哪里敢表态 转身便对赵央说 鲁国人已经很讨厌杨虎了 孟孙是指天发誓 要将他赶出国 而且认定他将会逃到晋过来 再给我们吹风呢 赵央的眼中 闪过一丝异样的光芒 没有说什么 同年八月 杨虎又在屈腹的周社 与鲁定公及祭孙司 众孙何继 书孙周筹举行盟事 在博社与屈腹的居民举行盟事 鲁国是周公的后裔 周社及周朝的社稷神位 鲁国所在的地区 又有大量商朝移民 因此立博社表示尊重 杨虎在两社举行盟事 等于是强迫朝野 一致认同他的地位 而他的公开身份 仍然是济世家臣 这也是史无前例的 这次盟事后 杨虎干脆不再遮遮掩掩 公元前503年春 齐国向鲁国归还了 运城和阳关两地 杨虎将两地都纳入自己的名下 并将运城当作自己的居城 在那里开设官署 号令全国 鲁国正式进入了 杨虎当政时期 公元前503年4月 周朝清是尚武功刘桓公 在晋国人的帮助下 在穷谷打败叛军 落役的形势趋于安定 郑县公意识到 晋国下一步肯定要对郑国开刀 追究其进攻亡机之罪 在历史上 郑国是出了名的强头草 得罪了晋国便投靠楚国 得罪了楚国便投靠晋国 但这次 金县公显然没有瞄上楚国 一则楚国不久前 刚被吴国欺负 险些灭了国 属于尼菩萨过江 自身难保 二则 另外一个大国正在东方崛起 吸引了郑县公的眼球 左传记载 公元前503年秋天 齐景公郑县公 在贤地举行会盟 而且派使者前往地丘 邀请魏灵公参加 魏灵公很想去 去年鲁国人在地丘城下的 无理举动 一直使他心里很不痛快 考虑到鲁国那次军事行动 是受晋国所指使 不难理解他为何会对 齐景公抛来的魅眼 怦然心动 但是魏国的群臣都反对 魏灵公没办法 只好派大副北公杰 前往齐国 有私下给齐景公送一封信 说 请您装作震怒 将北公杰抓起来 派兵讨伐魏国 齐景公当然不会拒绝 事实证明 这一招很奏效 齐国大军 从林兹出洞的消息 刚传到地丘 魏国的群臣 便立刻改变态度 同意跟齐国结盟了 于是 齐正魏三国 在锁地 结成了同盟 齐景公敢作敢当 锁地之盟后 马上派上卿 国下率军入侵鲁国 杨虎也尽其鲁国之兵抵御 有意思的是 杨虎现在贵为鲁国第一实权人物 却仍然以既是家臣自居 亲自为继孙司驾车 准备夜袭齐军 国下得到情报 将计就计 让部下装作毫无防备的样子 暗地里设下伏兵 只等鲁军前来上钩 公脸处父为众孙和计驾车 意识到七国人的阴谋 在军事会议上对杨虎说 你如果不考虑这样的后果 必死无疑 大副山仪也说 你如果让他们两位陷于危险 不用军法官审判 我将亲手杀死你 杨虎害怕起来 于是引兵而还 从这件事不难看出 杨虎虽然大权在握 反对他的还大有人在 这种以下克上的统治 并不稳固 第二年春天 急于立威的杨虎 鼓动鲁定公 亲自率军 讨伐七国 以报去年之仇 鲁军包围了扬州 然而斗志不高 杨虎动员大伙去攻城 大伙都坐在地上说 要我们去干啥呀 阎高的攻有180斤呢 阎高是鲁国著名的武士 说他的攻有180斤 并非重量 而是拉满攻需要180斤的力量 当时大伙都拿着他传看 试试能不能拉开 结果是没人能够拉到一半 鲁国人正在吵吵闹闹 扬州的大门突然打开 齐军蜂拥而出 大伙都看着阎高 指望他去迎敌 阎高左顾右盼 找不到自己的弓 只好随手从别人车上 抢过一张弓 刚搭上剑拉开 弓就被拉断了 骑将吉秋紫厨 眼明手快 刷刷两剑射过来 将阎高和身边那人都射倒在地 紫厨抢上来 想割阎高的手急 阎高突然打了个滚 从地上又拿起一张弓 向紫厨一剑射去 射穿了他的脸颊 将他射死 阎高的弟弟阎熙也不是好惹的 汪弓搭剑 射中一名骑将的眉心 鲁军大声欢呼 他却很惭愧地说 不好意思 我本来是想射他的眼睛 没想到射偏了 一两个人的勇猛 没能挽救鲁军的失败 战斗开始不到一个时辰 鲁军就溃散了 大副燃猛跑在了最前面 他的哥哥燃慧见了 大声骂道 燃猛 你小子给我点后 一个月后 鲁军卷土重来 进攻齐国的领秋 这一次 鲁军来势汹汹 齐国人放火焚烧工程的冲车 鲁国人便用麻布短衣 沾湿了灭火 很快攻破领秋的外城 外城击毁 内城亦将不保 领秋的守军 干脆打开城门冲出 要跟鲁军拼个鱼死网破 奇怪的事情发生了 鲁国人一看齐国人冲出来 立马放弃进攻 纷纷后退 燃猛自然又是跑在最前面 杨虎在指挥车上看得真切 故意大声对左右说 如果燃猛在这里 怎么会让齐人如此嚣张 燃猛听到了 如同打了鸡血一般 突然雄起 调转车头 就向齐军冲去 眼看就要冲到齐军阵前 燃猛回头一看 哎呀 原来只有他一个人在冲锋 其余的人都在看热闹呢 要说燃猛的演技 那真不是盖的 当场大叫一声 装作跌倒在车上 不省人事 一只手暗中猛拉车夫的袖子 车夫会议 将手中的缰绳一抖 战车在齐军阵前 画了一道美丽的弧线 又跑回去了 杨虎气得直摇头 骂道 尽是些假心假意的家伙 这句话的原文是 尽客气也 这也是客气一词 最原始的意义 当我们说 您太客气了的时候 也许不曾想到 在古代 那就是您 太假惺惺了 杨虎一记两度侵略齐国 自然是为了讨好晋国 最根本的目的 则是希望晋国 成为自己的后台 稳固自己在鲁国的地位 他的努力得到了回报 同年夏天 齐景公派国下高章率军进攻鲁国 晋国则以示秧 赵秧和巡淫为帅 救援鲁国 鲁定公亲自跑到瓦地 去犒劳晋军 在这次会面上 发生了一件有趣的事 按照周朝的礼仪 诸侯清大夫相见 手里抱着一只羔羊 叫做植羔 但是晋国人为了突出 中军元帅的尊贵 仅仅由侍央植羔 赵羊和巡淫 则植宴 贵贱等级一目了然 鲁国人觉得这个做法很不错 也学了来 自此之后 为继孙氏植羔 书孙氏和孟孙氏植宴 晋国兴师动众以来 自然不只是为了救援鲁国 同时也是想瓦解 齐景公刚刚建立的 齐政卫三国联盟 世央派人给魏灵公送去一封信 命魏灵公前来会盟 晋国大军都到家门口了 魏灵公怎敢不从 于是顶着烈日来到晋国大营会见世央 魏国虽小 却也是周朝分封的诸侯 又与晋国同为畸性子孙 魏灵公以诸侯的身份拜会晋国的清 本来已经是淤尊降贵 晋国人却仍然感到不满足 仅仅派了大夫 涉陀 成河 去与魏灵公盟事 按照当时的规矩 两国结盟 如果用到牛耳 则地位低者端着盆子 地位高者动刀 魏灵公心想 我好歹是个侯 你们只是大夫 这执牛耳的事 理应由你们来担当吧 但是晋国人显然不这样认为 成河思下对社佗说 魏国就好比是晋国的郡县 不能将其视为诸侯 社佗想都没想就说 是啊 咱们可不能丢了晋国的面子 到了那天 将要煞穴为盟 社佗突然抓住魏灵公的双手 强迫这老头去端盆子 魏灵公怎肯就范 双方争执之中 盆子被打翻 牛鞋尽失了魏灵公的手腕 魏灵公脾气再好 也忍不住发火 魏国大夫王孙假见状 连忙上来护主 对社佗说 盟事是为了伸张礼仪 就像咱们的国君所做的那样 魏国虽小 岂敢违反礼的精神 来接受这样屈辱的盟事 双方不欢而散 消息传到魏国国内 连那些一直因为害怕晋国 而不主张魏国与齐国结盟的大夫 现在都纷纷要求魏灵公 与晋国绝交 魏国人一硬起来 晋国人反倒害怕了 世央马上派人去地丘 要求重新与魏国结盟 但是已经晚了 魏国现在上下一心 很干脆的拒绝了晋国的要求 同年秋天 晋国出兵入侵 正魏二国 杨虎再一次听从晋国的号召 派兵入侵魏国 这也是他当政一年多来 第三次发动战争 魏国上下都对他感到极度厌恶 在这种情况下 杨虎决定不再遮遮掩掩 直接拿三皇开刀 确立自己在魏国的绝对统治地位 当时杨虎的手下有五名死党 分别为 祭物 公厨吉 公山不妞 书孙哲和书仲志 其中 祭物是祭孙一儒的数子 书孙哲是书孙错的数子 杨虎的儒意算盘是 用祭物取代祭孙司 书孙哲取代书孙周仇 他本人则取代众孙何绩 将三皇全部置于自己的控制之下 同年十月 杨虎邀请祭孙司到屈服东门外的浦浦赴宴 准备在席中刺杀祭孙司 同时命令属下的战车部队进入一级戒备 打算在刺杀了孙孙司之后 大举进攻 书孙孟二将 杨虎的异动 引起了公脸触覆的警惕 他对众孙何绩说 我发现祭室的战车部队正在集合 不知道是为了什么 众孙何绩还蒙在鼓里 说 我没有发现这事啊 你不要乱讲 公脸初复说 如果既是有乱 您也必定受到影响 请早做准备 于是暗中命令孟氏族兵戒备 十月二日 杨虎提前抵达浦浦 季孙司从家里出发 为他驾车的是杨虎的亲信林楚 前后左右有数百名全副武装的武士 还有杨虎的弟弟杨岳殿后 这不是护送祭孙司赴宴 而是押送祭孙司去刑场 祭孙司再迟钝也知道事情不对了 他看看前面 东门已经摇摇在望 看看后面 杨岳正板着一副脸 警惕地戒备着四周 季孙司做了一个深呼吸 突然对林楚说 你的祖先世代都是我们季家的良辰 我希望你也能跟他们一样 林楚肩头一震 回答说 您对我说这话已经晚了 杨虎把持国政 鲁国人都听命于他 顺之者昌 逆之者亡 就算我能够为您而死 恐怕也挽救不了您 祭孙司说 哪里晚了 你能将我载到孟家吗 林楚说 我倒是不怕死 只怕您就算到了孟家 也难免一死 祭孙司说 去吧 林楚微微点头道 您服稳了 当时众孙何继 碰巧挑选了三百名精壮奴隶 在自家门外修房子 林楚驾车经过孟家门口 忽然扬边策马冲向孟家 这一变故来得太突然 等杨越反应过来 张公去设时 马车已经冲进了孟家的大门 孟家的奴隶早有准备 祭孙司的马车刚过孟家大门 他们便一拥而上 将大门牢牢关上 杨越赶到门口 大呼开门 一支箭从门楼上射来 郑中其咽喉 杨虎得到消息 连忙赶到公公 将鲁定公与正在上朝的 叔孙周筹绑架 然后讨伐众孙何继 危急时刻 公脸出父 带兵从屈服的北门进入 突入杨虎阵中 将其部队击破 一场蓄谋已久的政变 因为祭孙司的集中生智 和梦式的早有准备 就这样土崩瓦解 杨虎脱下盔甲 跑到公公中取出 于返宝玉和祖传的大功 带着少数亲信 趁乱逃出屈服 天黑下来后 杨虎停下脚步 命令随从 埋锅造饭 大伙都说 您还是快逃吧 别让人追上了 杨虎大笑说 鲁国人听说我不在了 高兴还来不及 哪里会来追我 大伙说 哼 你想得到没 那公脸出父 可不是吃素的 杨虎说 没事 吃饱了再赶路 果然 听到杨虎顿逃的消息 屈服城内一片欢呼 家家户户 都张灯结彩庆贺 只有公脸出父 向众孙和继请求追击 众孙和继轻轻地说了一句 这个人走了便好 何必去追 拒绝了公脸处父的请求 杨虎逃到了自己的领地 杨关 公元前501年夏天 杨虎派人将自己 从宫中盗走的宝玉和大宫 归还给宫氏 春秋记载 德宝玉大宫 左丘明解释 但凡获得器用之物 称作德 获得俘虏和生物 称作祸 幸好我们不是活在春秋时期 这语文也未免太难学了 同年6月 鲁国讨伐阳关 大军将杨关围得严严实实 日夜攻打 眼看城池将破 杨虎突然焚毁城门 带兵直冲鲁军阵营 趁着鲁军没回过神来 杨虎已经突破包围 投奔齐国而去 他见到齐警公便说 请给我一支部队 再给我三次进攻的机会 我就帮您拿下鲁国 别人说这样的话 齐警公会认为是吹牛 但杨虎这样说 他认为是完全可能的 谈算了一番之后 他决定答应杨虎的请求 当时老臣报国 已经九十多岁 对齐警公说 杨虎受恩于济世 却想杀死济孙斯 现在又拿着 不利于鲁国的计划 来讨好您 这样的人您也敢相信 对于他来说 道义不过是空话 利益才是一切 他既然敢颠覆鲁国 便也敢颠覆齐国 鲁国人正因为除掉他 而恶首称庆 您却要收留他 就不怕他祸害您 齐警公听了报国的话 下令将杨虎囚禁起来 安排他到齐国东部去居住 杨虎心想 齐国东部乃东夷居居之地 临近大海 想逃也逃不了啊 于是装作欢天喜地的样子 对看守说 太好了 我求之不得 正想去东方养老呢 看守将这事向上汇报 齐警公一听 心里便犯了一个嘀咕 这小子不会有什么阴谋吧 于是又改变主意 让他居住在西部某地 杨虎在那里住了两个月 瞅准了一个机会 将自己藏在装满衣物的车里 逃到了宋国 又从宋国辗转逃到晋国 投奔了赵央 据韩非子记载 赵央对这位叛逆之臣颇为重视 亲自将其迎至府内 让他当了自己的首席家臣 左右对此不理解 问道 这个人是为窃国大盗 您为什么要如此厚待他 没错呀 赵央说 这个人最善于窃取权力 可我最善于巩固权力 他能把我怎么样呢 果然在赵央的领导下 杨虎不敢胡作非为 老老实实为赵氏家族服务 后来赵氏家族日益强大 成为三家分禁中的一家 杨虎功不可没 如此看来 杨虎就是孙悟空 赵央则是会念进孤咒的唐僧 这样说不知道合不合适 关于杨虎 《论语》里还记载了 他和孔夫子的一段往事 杨虎当政的时候 听说孔秋很有学问 就很想见见他 孔秋却摆起了知识分子的臭架子 认为杨虎以下其上不是好人 因此聚而不见 杨虎也不生气 派人给孔秋送去一块猪肉 孔秋正好不在 家里人便将猪肉收下 孔秋回来之后 见到那块猪肉 嘴里流着口水 心里非常高兴 得知是杨虎送的 不由得又感到惭愧 于是前往杨虎家败泄 正好在路上遇到了杨虎 杨虎摆出一副很亲切的样子 哎哟 你就是孔秋啊 快过来快过来 我想向你请教几个问题 知识分子最顶不住这种公式了 孔秋跑过去 站在杨虎面前 杨虎说 空有一身本领 却不为国家服务 称得上人吗 孔秋摇摇头 杨虎又问 胸怀大智 想做一番事业 却不知道把握机会 称得上智吗 孔秋又摇摇头 杨虎拍拍孔秋的肩膀说 老弟 日月如梭逝去 年岁不等人哪 孔秋恭恭敬敬的说 您批评的对 我明天就到府上来上班 据说 孔夫子后来说过一句 很有名的话 逝者如丝虎 不舍昼夜 可能就是得自杨虎的启发 杨虎乱鲁 诸侯全力逐渐下矣 到此结束 谢谢您的收听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 of 这一下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